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做南瓜蜜豆饼 将去皮的南瓜切成片 放到微波炉,用中高火加热7分钟 让南瓜熟透 用叉子压成泥,晾到常温 熟透后大约还剩260克 5克酵母加40克温水,搅拌均匀,静置5分钟 面粉里加入奶粉、南瓜泥、酵母水 用筷子搅拌成面絮 揉成光滑偏软的面团 放到温暖处,发酵1小时,发到2倍大 发好的面团内部有蜂窝组织 移到案板上揉搓排气 分割成大小相等的剂子 用筷子搅拌均匀 揉圆 搅成薄饼状 搅成薄饼状 搅拌均匀 盖上湿布 再次发酵到面团轻飘飘的 表面抹水 用擀面杖沾上黑芝麻装饰 用筷子搅拌均匀 热锅放油后,放入饼培 翻面 来回翻面三四次 烙至金黄色 全程大约六分钟 松软香甜的南瓜蜜豆饼 做法简单 你也试试吧 喜欢就关注我吧